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想要带大家看一下这边爱尔兰的食堂,大学食堂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英式早餐,是非常有名的,然后它种类非常的多,但是基本上都是非常高热量的东西 那么爱尔兰这边其实我觉得他们吃的就是英式早餐,但是因为他们和英国不对付,所以他们怎么说那个是Irish breakfast OK,那话不多说,我今天带大家去吃一下爱尔兰式的早餐 早餐基本上就是可以在这么多的品类当中选五样做一个套餐 套餐里面还包含有茶,咖啡和面包片 午餐,其实是早餐了,这还是这些东西 我今天点了这个,他们这边特色的黑布丁 然后香肠,薯饺,鸡蛋,没有什么熟餐熟的,便宜包 我也想尝一下这个黑布丁,这个英式写肠是什么味道 其实它里面我不知道是坚果,应该是大麦之类的,然后是写,然后烤的 还是炸的,我不是很清楚,蘸一点蕃蟹酱 没什么特殊的味道,然后呢,来试一下这个香肠 我觉得这个香肠呢,淀粉含量有点高 不是很有肉味我觉得 不过还是可以的,并不是很香 因为感觉它是一半淀粉一半肉 因为这个薯饺,我觉得这个是这盘里面最好吃的 炸的土豆能不香吗,肯定是最好吃的 然后蘑菇就是,就是原味,它就是煎了一下,把它煎软加了一点盐 这东西就是很鲜啊,当然会很好吃 然后蛋我觉得很满意的是,它是这种半流心的,煎的特别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写肠跟朝鲜族的那个米写肠有点像 只是它把米换成了这个大麦,大麦的时候非常的硬 它不像米那么柔软,也不是很香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学校里面不是很,做的不是很精致地道 这边有一种三明治叫那个香肠三明治 然后我点了以后,借过它里面的香肠就是这个碗子 就当时就比较崩溃,真的不是很好吃 但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腥味 反正这边是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 他们自己爱的男人自己也说,他们国家就吃土豆玩 吃点鱼啊啥的,是炸鱼薯条吗 但是他们爱的男人不愿意承认炸鱼薯条是跟英国一样的 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的传统食物 那么大家可以看见,其实早餐还是蛮丰富的 我觉得是比俄罗斯的早餐会丰富很多 因为之前我在俄罗斯的时候,学校虽然有免费早餐 但是非常的单调,是一些比较清淡食物 就是牛奶煮的燕麦皮尔粥,或者是一些香肠啊,鸡蛋 嗯,还有一些可力饼之类的 但是在这边的话呢,英式早餐,它这边就是比较高热量的一些早餐 然后呢下面就是那边的午餐了 午餐基本上就是有一些主食,然后配上一些菜 说不上这是英式的菜系,应该很多都是改良版的欧洲菜系 还有一些亚洲菜系,比如说我今天点的这个就是糖醋肉 还有一些什么盖浇饭之类的 还有一些拌好的沙拉,牛奶酸奶之类的 然后今天种类不是很多,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可以自己组合的一些沙拉 其实我觉得午餐跟俄罗斯的也非常像 我觉得他们欧洲基本上都是很一样的,除了南欧以外 就是往这些寒冷北方的这些地区 其实从东欧到西欧都是很相像的 就是有一个主食薯条,或者是煮的土豆,或者是地面 然后会配一个肉菜,然后配一个素菜 总之呢我觉得这边的餐就是食堂的餐就是非常的良心 因为这边食堂餐只要5块5 因为如果你要是在外面吃这样有肉有菜的这样一份食物的话 你可能要12到18欧这样子 便宜的12欧一般都在1516欧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在学校里面已经是非常的便宜了 所以说它的味道也不能指望太多 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丰富和健康的 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去国内的这种标准来衡量这边的食堂餐是吧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挺满足的 但是我是觉得他们从罗斯岛这边这个食堂餐真的是也没有什么样的大的变化 那你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你没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挺有意思的话 你可以点赞投币 关注我的账户频道支持我一下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